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美西时间10月21日 欢迎收看第二期的万维独报 我是真法 习近平的权威受到巨大挑战 作为第一群臣的蔡奇成为权力斗争的焦点 最近中共西常委皆纷纷出动调研 但有两个人却没有动静 其中一位是蔡奇 习近平10月15日至16日到福建市场 通常不离左右的蔡奇却没有陪同 引发外界猜测 另外 习近日游六尺像声称很有感触 有分析致 习近平与蔡奇的关系生变 蔡奇的情况不妙 习游六尺像有寓意 可能是暗示隐退 旅美争论家陈破空表示 中共七常委和国家副主席 最近都有外出调研活动 但有两个人没动 习近平去福建和安徽 王沪宁去浙江 丁薛祥去江苏 河南 李希去天津 韩正在国外活动 李强也频繁外出访问 但两个政治局常委却没有动静 一个是蔡奇 另一个是赵乐际 陈破空认为赵乐际每出事可能是身体出了状况 原本每个双月底都要召开的日常人大常委会 但据说月底的常委会要延时 表面上的原因说是要增发国债 相持不下 但事实上有可能跟赵乐际本身的状况有关 至于蔡奇 陈破空认为其状况非常神秘 她说 蔡奇没有理由不出现 她是书记处常务书记 主管日常事务 又是中办主任 政治局常委 是习近平在二十大之后最信任的心腹 信任程度超过李强 丁薛祥和李希等人 中共高官外出调研 预示着有重要的会议要召开 比如四中全会或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陈破空指出 蔡奇没有动静与三中全会期间 习近平中风倒下 她配合下架习近平有关 在政治老人及高层集体的压力下 尽管蔡奇是习近平的头号的亲信心腹 但是她也不得不下架习近平 从党媒党报把习近平撤下 因为不知道习近平病得有多重 醒不醒得过来 不过蔡奇这样举动却刺激了习近平 当习近平醒过来并重回岗位时 发现自己被下架将近一个月 党媒 党报 电视台和军报等全面下架 就引起了她对蔡奇的不满和反感 蔡奇可是习近平最亲近的亲信心腹 习把党国大事都委托给蔡奇 反而对李强却百般排斥贬低 但蔡奇竟在关键时刻却对她来了这么一招 陈破空认为习近平是个薄情寡义心胸狭窄的人 他报复让位给她的胡锦涛 还有温家宝也扶持过她 为了阻止薄熙来真卫而帮助过她 结果她对胡温恩将仇报 她对自己的下属也是反复无常 习这种作风让人感到蔡奇的变化也毫不奇怪 她说蔡奇可能会被习近平拿下季旗 蔡奇在李克强死之前神奇异动 当时习近平在北京郊区活动 但蔡奇却去了陕西 接着李克强就出事了 习近平10月22日出访俄罗斯 看看这回随行的是不是蔡奇 蔡奇露不露面可以看出个风向标 可以看出她有没有倒大霉 但是目前来看 蔡奇不妙完全没有任何讯息 10月18日 中共官媒报道习近平17日到访同城市六齿象 报道称 习近平到访时说 来这里看一看很有感触 六齿象承载着中国古人的历史智慧 以及要弘扬好中华民族传统美德 云云 六齿象的典故出自清朝康熙年间 清朝康熙大学市张英的家人 因重修府邸时 因怨强与邻居无事发生争执 所以写信给当时在京做官的张英 要求他让当地官府帮其家人撑腰 张英收到信之后 随即回誓一手 千里送书只未强 让他三尺又何妨 长城万里金犹在 不见当年秦始皇 张英家人收到信之后 当其决定把怨强向后退让三次 其邻居知道后也向后退让三次 两家之间便空出六次 六齿象因而得名 后来康熙帝知道了这件事 次立牌坊以张千让之德 现存在当地的牌坊 其实是1999年 于故原重修时依旧致重建 陈破空认为 习近平由六齿象决的感慨 应该是对二十大习派跟团派 如果能各让三次 取得一个派系平衡又何妨 他跟李克强各让三次 取得一个平衡又何妨 那么今天的中共 也不至于出现这种局面 经济 政治和外交出现危机 四面楚歌 但也可能习近平希望反习派 让他三次 他拿反习派没办法了 又或者他希望跟张又霞他们取得一个平衡 习近平在六齿象走动是针对党内 针对中南海内部的权力斗争 特别是在这个敏感时刻 敏感地点 在李克强遇害一周年 在李克强的故乡安徽省看六齿象 大有深意 不管这是他安排的行程 或是中共安排的行程 都是大有深意 有着某种预兆 可能有人要出状况 如果不是习近平出状况 就是蔡奇出状况 对于习近平有六齿象 前中国媒体人赵兰健却有不同解读 赵在X平台上表示 习近平参观六齿象释放信号寓意明显 习近平已萌生退役 据悉 前中共国家副主席王岐山 在后鼎盛时期也到过六齿象 赵兰健表示 自己在2018年3月到过安庆 拜会安庆日报社领导 在安庆停留半个月 特意去了六齿象 安庆日报社某领导 给他讲了王岐山来六齿象的故事 当时安庆本地文化名媛朋友给他解读 这时王岐山在隐退前来这里告白 让他三十又何妨 为了让油管的算法更好地推荐我们的节目 让我们的声音传播得更远 请您多多为我们的视频点赞 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看下一条新闻 曾经帮助习近平反腐的前中共国家副主席 王岐山近期再度被舆论关注 10月12日香港合同社爆料称 王岐山7日晚上在北京故宫东门外住宅被软禁 又称王岐山搜刮财富高达几万亿等等 和某范姓明星油染 并给了这位明星的父亲贴亮财产 合同社疑似中共大外宣 网站上基本都是亲中共的内容 台湾上报11月20日刊发杜正的评论文章说 合同社网站上看上去制作粗裂并不正规 但曾独家爆料习近平的军中大秘中少军 从军委办公厅主任调任国防大学政委 还曾率先报导了官方封禁的湖南少阳公安局长遭枪击案 可见网站的核心人物在北京中南海一定有靠山 文章认为 合同社有关王岐生的爆料细节 夸张惊悚 令人难以置信 但能够在中共外宣网站发出 并且至今未被申熟 十分不寻常 这个网站背后可能占着习家军的某个派系 比如主管文宣的蔡奇 或当今掌管反腐的李希 但不管是谁放的料 都对应着现在王岐生处境不妙 王岐生的多名旧部最近几年先后落马 而且都被指贪污巨款 被判死缓 在今年的十一招待会上 王岐生露脸 但全场几乎没有一丝笑容 身后私有标行大汗监视 杜正认为 在这种氛围下 王岐生遭爆黑料 可能对应着他正遭受前所未有的打击 被软禁一说也并非空穴来风 至于爆料真假则是另一回事了 中国经济不断下滑 外资和民营企业外逃 中共财政日益吃紧 目前继清理事业单位编外人员之后 各地又开始大规模清退 中共政府部门的阶调人员引起关注 据澎湃新闻报道 近日 湖南永州市融媒体中心发布消息称 今年以来 双排线清退 乡镇抽阶调人员15人返回原单位工作 阶调是指机关事业单位根据工作需要 将下属单位工作人员暂时调到本部门工作的一种方式 除了湖南 近期全国多地公布了清退阶调人员的信息 如中央纪委国家经委网站10月8日刊文称 今年年初 湖南省纪委监委对阶调人员进行了清退 共清退3476人 并明确表示不再从县级纪委监委戒调人员使用 党建研究2024年第九期刊发的吉林省委常委 组织部长王秋实的文章提到 吉林全省共清退戒调人员3129人 在甘肃临夏州东湘县微信公众号 东湘党建9月发文称 今年1月 中央开会要求整治戒调基层干部的情况 截至目前 东湘县共清退134名戒调干部 湖南林仓日报9月报道 今年以来 林仓市委组织部开展专项督察警察17次 提醒戒调欺满当事人按时返港72人 中国各地政府部门清退戒调人员引起关注 有大陆网友表示 戒调存在很大吃空想 再为不暂时的风险 也有网友说 中共官场戒调人员的情况普遍存在 官方通报的数字不真实 这个数字再成100都不能真实反映实际情况 曾在湖南卫生部门认识的曾女士告诉媒体 其实 很多被戒调的干部都是有关系 有后台的 通过戒调的名义进入上级部门工作 等待有公务员编制空缺时就顶上 正式调入该部门 她认为 各地政府突然大范围清退戒调人员 凸显地方财政失禁 不得不缩减人员和开支 这些边外人员自然首当其冲 被清理掉 近年来 中国经济持续恶化 财政失字严重 中共当局一再要求各级政府勒紧腰带过苦日子 现在已经看到自己人头上了 进一步引发中共内部人士对当局的不满 今年3月 黑龙江哈尔滨市 安徽省同城市 湖北省房线及监利市 海南省万宁市等 都开始清理市及相关事业单位的边外人员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聂辉华认为 边外边内紧密相关 中共在清理边外人员后 还可能进一步精简边内人员 网友说 这种内部清理肯定会引起更多内部的斗争 美国司法部周一提出了新规则 通过某些商业交易施加新的限制 保护联邦政府数据或美国人的大量个人数据 不落入中共 伊朗和俄罗斯等国之手 该提案曾于3月份被预告 只在落实拜登总统今年早些时候发布的一项行政命令 防止外国敌手利用可获取的美国金融 新英数据和健康数据进行网络攻击 间谍活动和勒索 据悉 除中共 俄罗斯和伊朗外 该规则还将适用于委内瑞拉 古巴和朝鲜 华盛顿一直在努力阻止美国个人数据流向中国 这是多年来围绕贸易和技术斗争的一部分 2018年 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 否决了蚂蚁金服收购美国汇款公司 塑惠金国际的计划 原因是担心可用于识别美国公民身份的数据的安全性 官员们表示将禁止与数据经济商进行交易 因为他们知道这些信息最终会流向受关注国家 同时也将禁止转移任何有关美国政府人员的数据 周一的提案首次就不能传输的数据类型和数量提供了更具体的细节 包括100多名美国人的人类基因组数据或1万多人的个人健康或财务数据 该提案还将禁止传输超过1000台美国设备的精确地理位置数据 该规则将允许美国司法部通过刑事和民事处罚来强制遵守 美国官员周一告诉记者TikTok等中国应用程序 如果将美国用户的敏感数据转给中国母公司 就可能触犯该提案 美国司法部称 拟议的规则是为应对应受关注国家和受关注个人 访问美国人的大量敏感个人数据 和某些敏感的美国政府相关数据 而产生的特定国家安全风险而量身定制的 这些措施是对美国以下承诺的补充 促进开放、全球性、可护操作、可靠和安全的互联网 保护在线和离线人权 通过促进国际商业和贸易所需的跨境数据流 来支持充满活力的全球经济以及促进开放投资 以色列军方2月公布新瓦藏身加塞南部 和尤尼斯地下碉堡的视频 随着新瓦遭到击杀 视频再度引发外界关注 当中可见不仅堆满联合国口粮 还有不少香水 保险柜更方有数百万现金 纽约有报报道 61岁新瓦及其贴身护卫的生活空间明亮舒适 还有设备齐全的厨房 新瓦也有自己独立、现代化淋浴间 而加沙平民似乎连防空洞都没有 生活极其贫困 视频中一名为居民以色列士兵展示贴有联合国巴勒斯坦难民属标签的口粮物资 哈马斯多次被指控窃取联合国援助口粮 该机构提供加塞近200万难民物资 除了储存食物外 士兵还在其中发现几间浴室和淋浴间 这些浴室和淋浴间比哈马斯地道的其他浴室明显更干净更现代化 再往里面是新瓦护卫的起居空间 门旁的置物柜存放着武器、弹药和爆炸物 后面有一个新瓦专属房间 床边有一个大保险箱 里面有数百万以色列货币谢科尔 房间里还放有一些香水、卫生用品和补充品 一段视频还显示去年10月7日袭击发生的几个小时前 新瓦尔及其妻子走过地道 其手里拿着一个价值3万2千美元的爱马仕包 新瓦尔喜欢佩戴劳力士 手上是几十万美金的劳力士 据说仅四人存款就有30亿元 网友调侃反以色列确实是个好事业 李军表示新瓦尔在以哈战前半期间 李军在此处发好施令 去年12月以军包围新瓦尔住宅 今年2月攻破地下碉堡 新瓦尔则往南逃到拉法 并在16日的以色列例行侦查中被击杀身亡 哈马斯在加沙窃取大量援助资金修建地道 没有真正为加沙巴勒斯坦人做人道救援 当新瓦尔死了之后 最开心的莫过于加沙的巴勒斯坦人 美国CNN报道 以色列安全局和以国警方21日发布声明称 他们破获一个由7名以国公民组成的间谍网络 并指控这些人为伊朗工作 声明指出 这些被捕嫌犯收集关于以色列国防军基地 和能源基础设施的敏感资讯 并称嫌犯都是来自以国城市 海法等北部城市的犹太公民 声明还说他们的行动持续超过两年 其中包括广泛侦查以国国内的以军基地 这些嫌犯收到加密货币作为报酬 以国安全局和警方声明指出 这次逮捕行动表明 伊朗正招募和利用以国公民 在以国境内从事间谍活动和恐怖主义活动 并称未来几天将提出急诉书 由于普京的支持朝鲜半岛的局势近期逐渐升温 金正恩扬言将会对韩国采取行动 韩国军方也发表回应 称如果朝鲜率先实施打击 韩国方面将会以最快的速度进行反击 据报道 在不明无人机越境飞入平壤上空并分发军传单后 直接点燃了朝鲜高层的怒火 金正恩的包媚金宇正甚至公开向韩国政府发出警告 称如果类似的事件再次发生 朝鲜就会向韩国降下可怕的灾难 金正恩也在召开最高国监权会议时 阐明了朝鲜立即采取军事行动的方向 计划透过行驶自卫权的方式对再次挑衅的韩国进行反击 韩国军方强调 韩国方面持续透过边境的部队对朝鲜军队进行监控 且有多支部队都已经处于子弹上膛的状态 如果朝鲜肆意发动攻击 韩国方面将会迅速地展开反击行动 分析认为 此次无人机入侵朝鲜的事件 很可能是韩国方面的一次试探行动 不但可以测试出朝鲜的底线 也能试探朝鲜方面的防空能力 同时无人机携带的宣传单 也能对朝鲜的民心造成一定程度的打击 几乎可以算是一条一石三鸟的作战策略 不过更多认为 这是金家政权在普京的加持下 对美韩联合军演试图采取的一次试探行动 不过南韩政权的强硬 将使金正恩最后不得不找台阶下 北京方面则再次提出 外交部长王毅先前主张的 双暂停与双轨并进策略 呼吁朝鲜暂停核试验 韩国暂停与美军进行联合军演 并按照同步对等的原则 推进朝鲜半岛无核化 建立共同对话机制等两条轨道 许亮也认为 只有采取这种应对模式 才能找到解决朝鲜半岛问题的新思路 距离选举日剩下倒数两周 《华盛顿邮报》与乔治梅森大学 沙尔政策与政府学院 最新公布的七大决战州联合民调显示 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贺锦丽 与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旗鼓相当 川普在亚利桑那州表现最强 贺锦丽在乔治亚州最被看好 这项联合民调是在9月30日至10月15日间进行 针对来自亚利桑那州 乔治亚州 密歇根州 内华达州 北卡罗兰纳州 宾州 威斯康星州 共计5016名登记选民完成调查 统计正负误差在1.7%以下 所有登记选民当中 47%表示绝对或可能支持贺锦丽 绝对或可能支持川普同样有47% 可能在这次选举投票的受访者当中 49%支持贺锦丽 48%支持川普 相较于今年春季的六大决战州相同民调 川普支持度48%变化不多 贺锦丽支持度则比当时拜登总统的41% 进步大约6% 大约74%决战州选民表示 一定会投给贺锦丽或一定投给川普 金春时表示 一定投给拜登或一定投给川普的决战州选民 则只有58% 还没有决定投票给谁的选民 比例则从金春民调的42%降至这次民调的26% 可能在这次选举投票的选民里 有21%表示并没有完全决定要投给贺锦丽或川普 年轻人是最可能还没决定投票给谁的选民族群 18岁到25岁之间民众 有43%表示还没有决定投票何人 比例远远超过其他年龄族群 非白人选民还没决定投票给谁的比例有34% 高过白人选民的23% 在所有决战州里 川普在亚利桑那州表现最强 在登记选民之间的支持度领先6% 可能参加投票的选民当中支持度则领先3% 川普在北卡罗兰那州登记选民之间支持度领先4% 在可能参加投票的选民里支持度领先3% 贺锦丽在乔治亚州表现最佳 登记选民之间支持度领先6% 可能参加投票的选民当中支持度领先4% 在密歇根州 宾州 威斯康星州 贺锦丽支持度也比川普越微领先 但幅度在误差范围之内 贺锦丽与川普在内华达州 可能投票的选民之间支持度平手 登记选民之间贺锦丽支持度领先3% 7个决战州的登记选民里 有37%表示一定会投给贺锦丽 或已经投给贺锦丽 另外37%说必定或已经投票给川普 10%登记选民说可能投给贺锦丽 10%受访者说可能投给川普 7州选民里有6%表示 不会投给贺锦丽或川普 以上就是今天《万维独报》的所有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屏幕右下方订阅我们频道 同时也欢迎您点赞转发分享我们的视频 大家晚安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